问无剩一个问题 雕刻见过吗 见过 见过哪些雕刻 像冰雕 然后石雕 还有树根的雕刻 你发现你刚才所说的这三种雕刻都有一个共同特点 很硬的东西 都是硬碰硬 对 刻刀是硬的 被雕刻的材料也是硬的 所以很好掌握 但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些 是硬碰软 这是很难的 这是什么材料 你可以上来试一下 尝一尝 是甜的还是咸的 我们原来不是做过凡糖吗 什么呀 没尝出来 咬一口 没尝出来 这能吃吗 这是泡沫 是泡沫啊 你确定是泡沫 是不是软的 对 你觉得用刀把这样的一个平面用软的东西雕出来 而且呈现出一个这样的形状 难吗 我觉得非常难 因为像像这种泡沫我觉得应该正常人做不到 因为你刻下去的时候软的东西它是会受力变软会变动的 你很难刻出原来的形状的 所以这个人一定是一柔克刚的人 你看是个奇人 来来 你先休息 你先休息 把嘴巴清洗一下 这上面的染料都是有毒的 这个人到底有多大年纪呢 你猜是大是小 我估计这个至少在45岁以上 为什么呢 因为她这个刀工很厉害呀 对 那我对她的这个作品都是什么荷花呀 然后孔雀呀 肯定是一个女性 对 然后年龄应该不会太小 来 我们来看看这位到底年方几何 掌声有请 哇 大爷你多大 我是那个以柔克刚的 我是李悦勇 今年二十岁了 来 二十岁是九九年吗 对 九九年 霍尔特 你叫他小哥哥叫大叔 你怎么想的 不是 我这个的确是太厉害了 为了让他心里感觉有安全感 你告诉他 这有毒吗 这这 咬一下没事的 哈哈哈哈 这是什么做的 泡沫做的 泡沫上面的颜料是什么颜料 丙烯眼 丙烯 丙烯 哈哈哈哈 我们刚才一直在猜啊 说这样的作品 这样的艺术 应该是一个女性 因为有阴柔之美嘛 是吧 以柔克刚嘛 而且呢 这些东西看上去都是上了年纪的人喜欢的 霸君图啊 龙啊 凤啊 哎 你年纪这么小 让我们很诧异 你们二十岁的这人生到底发生了什么 让你能创作出这样的作品 我是一个就是 比较喜欢美的东西 你是学雕刻的吗 啊 啊 学雕刻 你是学雕刻的 你之前是学什么 之前是学厨师的 厨师专业 我才知道有雕刻这个专业 啊 当时然后当时就喜欢它 因为我觉得 炒菜有点太粗鲁了 这一刻刻了多少年 才接触泡沫雕 才四个月吧 之前买不到泡沫 对啊 这泡沫这么大 从哪买 剪的 中国玩这个的多吗 雕泡沫的 好多吧 但像我这么年轻的不多 你是拜师了吗 还是自学的呀 自学的 你有美术基础吗 没有 那你是看着平面的图案雕 还是看着立体的东西雕啊 你的参考 平面的一张图 就是给我一张图片 那还挺有天赋的 这的确是天赋 你来介绍一下这作品吧 先说这是鹰吧 用废泡沫雕的 就捡垃圾一样捡 然后给它 你是在哪儿捡的 你是在哪儿捡的这个泡沫 泡沫的话 我觉得这个路上应该都有吧 可能是我装机的那个 泡沫上扔掉的 没这么大吗 哪有这么大 它就跟胡萝卜一样 胡萝卜也可以雕成一个很大的东西 它就是靠拼接 哦 靠拼接的时候 它是有交的 这做了多久 半个月吧 这卖吗 多少钱 这个啊 没人买吧 这个我雕了挺久的 然后有点旧了 你怎么看你自己的作品 满眼没有那种恋爱之类 就一个多礼拜 一个多礼拜就雕出来 这个音是在我之前 还没有入行的时候雕的 啊 我想问一下 那上面的那个是羽毛 还是 那个泡沫雕的 就是它那个 头上的 都 这都是泡沫雕 这都是泡沫雕 这里全部的话 就这三根竹签不是泡沫 这里还有一个呢 这个 西瓜呀 哇 哇 好美啊 这个 看小樱桃 这花了多长时间刻出来的 呃 这是我今天刻的 今天 哇 这些 所有东西都是今天刻的 最新 哇 太快 太厉害了吧 早上睡过头了 哇 早上还睡过 时间比较赶 从十二点多开始刻 好棒啊 刻意表现很沉稳 哎呀 我我都 我这个这个 我嗨不起来啊 我都我都雕的不太好 好好早雕的 我嗨不起来 我很累 我虚脱了 哈哈 你怎么虚脱了呢 哈哈 最近 有点有点有点累了 哈哈 哎 是艺术家都是这范儿是吧 没有 我不是艺术家呀 我觉得你是 我们都觉得你是 哎 秋勇 我听说你来这个节目啊 叫我们提供了很多的一些证明 是不是觉得这个节目还是假的呀 对 他来的时候 以为我们是传销 让我们的编导出了很多证明 证明我们是 真正的天津卫视的非你莫属 他才愿意来 你确定旁边那是图老师吗 是真的呀 那你为什么不嗨呢 我们看着都很惊讶 然后你在那块说 哎 就这样吗 你 我本来还想买根葫芦回去呢 哎 我长得都没有兴趣了 这 这葫芦买它没意义 它会坏掉的 你生活当中性格真的是这样 对 一个比较内向的人 就不是太嗨的那种 嗨 不是不是太嗨 是不嗨 不嗨 嗨不起来的 嗨不起来 嗯 哎你这么低调 有没有女孩子会追你啊 哎 我有女朋友啊 哦 那你女朋友有跟你讲过 他喜欢你什么样子的特质吗 有啊 但是我不是自己夸自己啊 夸一下 他就觉得 哼 比较有算计心吧 然后 很孝顺 对谁都好 就对自己不好 哎 为什么女人问你话 你就这样吗 我问你话 你就一副爱大不理的样子 没有啊 啊 这个其实你的人生 跟很多人的年轻的人生 有点不一样 别人都是初中高中大学参加工作 你呢 年纪轻轻就开始学一门技术 而且一直拿刀 年纪这么小 也有了女朋友 性格又比较内向 哎 你是不是缺乏安全感 啊 啊 对 我的话就是 今年才开始 来到宁波 就是我去过最远的地方 就是每次 去不管去哪里啊 远的还近的地方 就想身边有个人陪着 就从小就是在周山 就是没有离开过爸妈的 所以就导致我的性格有点 闷闷的 但是我觉得以后慢慢会改过来的 但是做这一行 需要耐心的 需要坚持 对啊 这个 那你怎么坚持下来的 我放弃过好几次了这个雕刻 因为真的好累的 啊 然后因为最主要的就是身边人啊 没有一个 就身边人没有一个跟我一样 是喜欢雕刻的 就是 就相当于就是你 没有玩伴 就是你一个人在玩 就会很无聊 就放弃过好几次了 然后 我雕的每一样作品 我都会拍一个抖音 然后 抖音里也可以 见证我的成长 最早是雕的怎么样 到现在是雕的怎么样 就能看出来 比如说今天已经雕的很好了 才20岁 你以后想过 继续雕泡沫的这个作品 还是说 我以后可能会做别的事情 短暂的话 是 应该是一直干这个 因为我也不可能保证说 就是一辈子就做最好了 就我只能说是 很久很久 很久很久的时候 我是不会就是 放弃这个雕刻的 因为这是我目前为止 最喜欢的一个专业 没有什么专业比这个雕刻 还要喜欢了 哪个可以拍卖 习惯 都可以吧 行 那就这个好不好 行啊 多少钱起拍 最起码得500吧 哦500 库尔特 600 800 990 1080 1380 库尔特 1480 库尔特 1580 1680 2000 哎哟 2000第一次 2180 2180第一次 好 2180第二次 2180第三次 耶 恭喜你成为 来来来 来来 真的很漂亮 摆在办公室啊 然后我也希望 你对你的作品 有点信心啊 我们都觉得很好看 然后你自己 会一直在说它 好美啊 这个 我给你一点小见 就我觉得你挺年轻的 你这个东西 可以一直做下去 可能你今天 雕的是泡沫 明天就雕别的了 对吧 就做泥塑 其他就 但是这个雕塑 这个领域 可以一直做下去 其实你是应该 多看一些 更年轻的东西 就是 更有创意的东西 就多 多雕一些 对 更丰富 更现代的东西 元素要稍微年轻一点 你雕的鹰啊 荷花啊 就带翅 就卡哇伊一点 什么 哎对 雕个Hello Kitty啊 萌萌的 月勇 月勇 Hello Hello 月勇 因为从是做技术出身来讲呢 技术永远是服务于美感的 因为我觉得你才二十岁 首先我觉得你的雕塑 一定不能放下 因为它可以真的可以一直坚持 可能你的年龄越久 所以你的知名度越高 你的作品越来越值钱 第二件事情我觉得 刚才那个 朱涛说得非常好 就是说你应该让自己的美感更抽象 可能更有艺术 所以你要去多去 可能国外走一走 对 看一看 多看一些更具美感的 然后让你的技术是服务于美感的 而不是不单一是更具象的动物或人 我觉得这样的话 其实整个你的作品可能会更有价值 或者更有力量 但马瑞 她最先要打开的是她的内心 她连上飞你莫属都觉得是骗子啊 很害怕 所以她要出去学习 她一定要敞开 她主要是紧张 缺乏安全感 这有人说啊 说这人的这一辈子 就像呼吸水一样 呼是会出一口气 谢谢 谢谢 谢谢